歐 該大門整掉 歐 該大門 歐 該大門 歐 該大門 歐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 請進 請進 我們陳山剛組錯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請文化部通過來整修 這個案子總共六百萬元 文化部第一次是五百 文化部不是一百五 後來又追加 其他我們致富 所以有一些現在新的 像這個梅蘭吉祖這個是新的 梅蘭吉祖這個是 新的也是一個家喻一個將司 那一個理事上老師他們的一個團隊 來做的 那從開始 因為煮錯前面都有半夜池 但是我們這邊是沒有半夜池 前面有一個大潭 這一個大水潭 那 早期那個風水地理就講 氣生風離散 蓋水裡濟 氣乘風而散 借水則死 氣 這個我們整個氣場氣 乘風而去 借水 有水就倒回來 所以才會 才會那個興旺 那我們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地方 坐北朝南有一點偏向西 那我跟我們姑姑 我跟她講 我們是從張州來的 乾隆十三年 一七四八年從張州過來的 那有一點朝向故鄉 那我們祖先來 背著 帶一個母子兩個兒子 不是帶一個兒子兩個母子 帶一個母子兩個兒子 那個時候 清朝有進度令的時候 是 錢隆十三年 西元一七四八年 但那個時候有進度令 剛好是 是不是開放他們 能夠過來 能夠西家代見過來 是不簡單 那背著三張 三尊開張聖王的廟 所以剛才那個過來 那個奉天宮 奉天宮的主神是開張聖王 那是我們的先祖 背過來的 另外背了一尊馬祖 背了一尊馬祖 那馬祖 在某年某年某日某日的 夜夜風高的時候 背不見了 那大陸請來的火象 那不見了 所以我們這個地區 是沒有講位 馬祖廟 但是奉天宮 奉天宮的後洞 他有馬祖 公公馬祖 那那個 那另外 背著三代的祖先神祖牌來 所以我們開來祖是第四代 那輪到我這邊是十二代 那我們已經有十四四 十五四 那我們是清朝人間來的 這是雍正皇帝的座右銘 朝遣西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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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根堯 他去四川那是青海戰功了以後 把他改成西帝朝遣 本來 雍正 就 就對他很不滿了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咔嚓掉 那如果看到 曾環傳 曾仙傳 大概我記得是四十八集裡面 有一個這個鏡頭出來 朝遣西帝這個鏡頭 那是連輝的大哥連根堯 所以你看 我們清隆來了 他把那個找過來 朝遣西帝四個字 原始戰陣晴於政武 連根堯的這個賀表自己潦草不說 竟然還把這四個字寫成了西洋朝遣 請問一下 今年歲次是 歲次 甲城 歲次甲城 甲城 我們這裡講講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甲城人 甲城人中秋 可是這個已經有 一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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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甲石 那是一個當成鄉長 另外這個我 不太喜歡講 但是這個特別的 特別的 這個一個施德英 施德英 大家都不知道我幫你 但是你如果在那六甲 大間鎮的鞭仔 都會用的 施德英老師 施德英 他那個叫做穆扁的 扁鵝的薑石 扁鵝的薑石 這個除了這個當薑長以外 那這個是一個藝顏 藝顏這個是第十四 那這個鄉長是第十二四 第十二四 那我們現在 這個門臉都是三鋼 都是 三 三湖 鮮水三 政績 提鋼 鋼 那這一次文化部來的話 最主要就是這兩幅化 這兩幅化 原來不上去 那早期 可能我們 先祖在做了修 修善的時候 叫那個匠師來 彩繪他再畫一畫 咦 總得永遠 塗上去 那現在慢慢修出來 把我們那個李治上老師 把這個 倒了以後 去給 那個 佩宮 劉佩的 職鋼 藝籍的一個匠師 給他們存了 他現在 給他那個孫子去看 這個他們阿公的 比 所以他又把他描畫以後 兩個 兩個班 把他 把他做出來 把他做出來 因為就是 我剛才講的 文道部來整修以後 另外 另外 台灣 三立的台灣演藝 他們也來借這個場地 拍過片 拍過片 可能是 被削小 這樣 有掉東西 還有門也被破壞 所以我們都把門關起來 如果有人講的話 就請他把門開起 什麼叫做搞島 對 為什麼搞島 我們都拼補族的 拼補族的 拼補族 拼補族的一個月 但是我問祈禱 他講的也有道理 因為這邊 到 大多西 烏西 已經現近了 有那個 那個什麼 拿島 拿島 用拿島 做這個 做這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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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拿島做的 那些 家具 所以他們講家具 有趣 有趣 這麼講 用拿島做的家具 就是家具 因為早期這邊 經濟很好 這邊也有 戲院 有庭點 一個庭點 標誌加強 但是 日本人來的時候 把他牽到 現在的龍井 龍井那邊 有一個龍木井 大正九人 1920年 很多人 我都知道 民國九人 好像不符合屬 大正九人 1920年 他街道改正 三次的 改五次的 拍兄 改婚兄 所以龍木井 就變成龍井 龍井 那我們有 那 家具家 有四個大姓 我們一個三鋼 另外三鋼的大哥 剛才講 我們帶兩個小孩子來 一個老大是四德 因為他生了四個小孩子 所以他用四德 那我們是三鋼 另外 那個江頭會 有一個宿光 宿光那個 宿光以前那個大龍後印 還是什麼 他們的董事長 是宿光 那邊有一個武昌 那我們這個是閩南市的建築 武昌那邊是北施建築 因為他們 在小巷子裡面 他們的外面看別人說 北施彎 但是 民氣沒有我們這麼好 另外 武昌 武昌的一個 有個 大胖 武昌他們 他們也是五個 還是什麼叫武昌 武兄弟 所以大胖 到竹坑那邊 一個陳德兒堂 陳德兒堂 陳德兒堂 也是 很有 古代的 也就保存得很完整 他以前的那個 匠師的 那些 匠的東西 石塊 還是什麼 布石上面 都把他 都把他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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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也看過 報導 其他 有一些那個 那個 大家族 在拆坊子的時候 裡面放在 有一些金銀財寶 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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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在過 台灣的時候 到尾也很多 大家要保護 都把它藏起來 藏起來 你沒有寫下來 到底藏在哪一個 不曉得 所以他們在 藏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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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藏在家 藏在这些 藏在家 投資の自己 不要 大 friends 藏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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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藏在 他們把它留下來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